本節目是由佛光山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905-814-0465 日常生活、教育、工作、生命、大小事情 都可以用佛家心態坦然面對 不如就等佛光山永古法師 在逢星期三晚上8點半至9點 與幸福有約的節目內 和你細說佛語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恭請到了佛光山寺的永古法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永古法師您好 楊生還有我們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又到了周三了很快的一周的時間 上一周在節目當中 師傅跟我們介紹了很多很多的活動 不知道大家都有沒有去參加 有密西沙家的Doors Open 是在佛光山寺的 還有一些腎臟基金會的捐贈活動 還有就是說 我們上一周介紹到了多倫多的嘉河中心 當時師傅說把電話帶過來 今天師傅專門把這個電話帶過來了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嘉河專業輔導中心 它的電話是416-979-8299 416-979-8299 另外它還有一個24小時的熱線 就是說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拨打這個電話 也希望收音機旁的聽眾朋友 可以拿起筆來寄下來這個電話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24小時撥打 這個電話是416-979-5898 416-979-5898 這個是24小時的熱線 您可以隨時撥打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咨詢 416-979-5898 不過我希望我們聽眾朋友們記得 這個是特別對於那種家庭問題 婚姻諮商 青少年問題 包含有這種吸毒賭博 這種真的有出了狀況的情況之下 才撥打這個電話 請他們來協商或者協助 那麼平常時如果你要問 吃什麼買什麼東西上哪裡去 哪裡有車可以搭 請不要 對 撥打這個熱線 對 這個熱線是給急需的 這真有緊急需要的 像剛才師父講的 你真的是有什麼問題了 你自己覺得自己不能控制了 或者遇到家庭的暴力等等 這種比較嚴重的問題 撥打這個24小時的熱線 平時的話可以撥打 剛才我第一個說的那個電話 其實我印象中 他們應該在10月過幾天 10月11號 10月11號下午2點到4點 在他們的那個辦事處 你可以打電話 問他們辦事處在哪裡 他們會舉辦一個 就是有關那個青年人 他吸大麻的 這方面的問題的 其實父母啊 就是家長啊 年輕人啊 都可以一起去聽講 如果有需要這方面的 這個了解的話了 我覺得這個活動也值得去推薦 因為現在好像 這個年輕人對於吸食道嘛 有一些人把他弄錯了 就以為就聽說 哎呀 那個好像吸了之後很快樂啊 減壓啦 他不知道說 他那個一時的那種麻痹 然後等他這個過去之後 他是陷入更嚴重的那種空虛的狀態 甚至於那種思考能力都是降低的 所以是禍害很深啊 那麼有這麼一個講座 我覺得就直接去了解 如果有些家長 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都帶著孩子一起去聽 都是很適合 那還有 他找我們協助的還有一個 10月25號 截止 截止 這個繪畫的主題 然後讓不同年紀的 這個 像比如六歲到18歲 他有不同年齡層分三組 那麼去就是收集這些繪畫 然後經過一些評審之後 他們會定時間做一些表揚 那我覺得這個畫 這個畫的主題定下來也很好 讓大家想一想 家庭和樂 應該是怎麼樣的 那你心中醞釀 你才畫得出來嘛 然後也讓多一點人認識他們吧 我想 對 所以師傅一直著重介紹 這個家和服務中心呢 是對我們這個移民 還有新移民是很大的一個幫助的機構 剛才師傅介紹的兩個活動 一個是10月11號的 有關於這個青年人 西施大麻 這個系列講座 在這個家和中心的 這個辦公地點 大家可以打電話過去問一下 他們的電話呢 是4169798299 看一下他們的地址在哪裡 他電話是4169798299 另外呢 剛才師傅講的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有 命名主題的這個活動 是有關於繪畫的 是截止日期呢 是10月25號之前 所以說大家呢 就是有家裡面有喜歡繪畫的 可以參加一下這個活動 來豐富一下自己的知識 想一想幸福的家庭 應該是怎麼樣子的 就是可以參加一下 10月25號截止的 這個家和中心的這個繪畫活動 我是覺得說 大家重視這個家庭關係 家是安樂屋 你在外面 很勞累和怎麼樣 這是一個避風港 回到家應該是一個 很安心 很舒適的地方 那麼這個也有待 做家長的人 去 你要去營造一個家庭的 一個很舒服的空間也好 一個很愉快的氣氛也好 你要重視這方面 那從這個子女的教導也好 基本上啊 我覺得那個三餐飯 真的要在家裡頭吃的 特別晚餐 我因為我前幾天聽到說 有人是從來家裡頭 不用開火煮飯的 都是到外頭 拎個袋袋包包 就是一盒再買回來 我覺得那個孩子 真是太不幸了吧 這個做 不管爸爸媽媽 親手煮個菜 然後讓孩子吃到 第一是吃到新鮮的 營養的 然後是溫暖的 那不是暖胃而已 那還暖心嘛 那麼不要整天叫外賣 我就聽了覺得印象很深刻 不可思議 對 所以像剛才師傅講的 既然就是身為父母了 所以要尽到一份責任 所以有的不是說你愛孩子 只是在心裡或者在嘴上說 有一點點實際行動和他們一起做一餐飯呀 然後讓孩子更多的融入家庭生活 了解這個家庭生活 其實也是蠻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知道這個師傅很忙 最近有出訪很多 像上一期節目我們講到 就剛剛回來有五天時間嘛 然後呢這個又要 即將要回國教到香港啊 各個地方 那這個是有關於佛光山的一些活動嗎 還是說有些其他的 就是跟政府有關的一些活動 上一回出門是跟佛光山有關 那是我們一年一度 就是全世界的佛光山的出家弟子 都要回到總本山 然後聆聽星雲大師 就我們的師傅的教導 還有要聽取全世界各地佛教發展的報告 然後我們自己要進行一些學習 那麼這一次出門去 是為了佛光會 佛光會它的全名叫國際佛光會 是一個世界性的社團組織 會員人數應該超過上百萬人 那麼跨我會忘記有幾十個國家了 世界五大洲都有的 不好意思說我打斷一下 就這個佛光會是佛光山寺下面的一個機構 還是一個關係是什麼 對 其實佛光山跟佛光會 大師呢就經常把它比喻 就是好像鳥的兩個翅膀 所以它是並行單位的 它沒有彼此互相隸屬 但實際上呢就是說 佛光會其實當然是由星雲大師去創辦 創辦人都是同一個人 那佛光山呢 它是一個信仰的中心 一個佛教的單位 那麼佛光會呢 它是一個民間的社團 那麼它專門從事的還是屬於那種推動社會公益啊 你像有些國際性的那種大型的災難 救災 慈善啊 這些 那另外特別對於這個文化跟教育 這方面呢 我覺得我們佛光山跟佛光會真的是落力很多的 那麼所以因為是這樣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那每年呢都會有一次定期的聚會 那麼譬如講說我這次出門去 其實它是叫國際佛光會的世界理事會 那麼世界理事會 所以一樣就是大師他會親自主持 特別提出每一年全世界各地的佛光人呢 應該在對社區參與也好 對自己的羞恥也好 他就大師會指導我們一個方向 一個新的好像一個里程 這樣 所以這個取得共識建立共同的理念 是很重要的一個聚會 那當然同時也會決定說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哪裡 哪些國家它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我們會怎麼樣調度這個資源去協助 這個是世界理事會議 它是每年召開的 每年召開一次的 那這次就是剛才師傅講 又會去香港 就是為什麼會去香港的這一次 它每年召開在不同國家 不同國家 就是大家輪著 很多國家爭取 就是也是要爭取的 然後才會排到你這個地方 並不是說一二三這樣子排下去 不是這樣 那幾個會員國 大家很努力好像爭取到了 就好像我們在申辦奧運會一樣 就類似那樣子的 很競爭的 也是要競爭 然後才可能到這個地方 大家通過了以後才去香港開會 那這個世界總會 它要評估你這個地方 真的有這個能力 可以舉行嗎 如果上幾千人來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就是運作得來嗎 這樣一個國際性的會議 那這個叫世界理事會議 每年舉行 那每兩年會舉行一次 叫國際佛光會的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因為世界會員上百萬人 你不可能上百萬人都去開會 他就要按你的這個會員比例 然後配給你幾個名額 你就推派代表來 參與這個會員代表大會 那這個是兩年一次 就一定是在我們的 在台灣高雄的總本山舉行 這個就是這個代表大會 是每兩年在這個台灣的總本山舉行 那這會 那理事會議才是說 每年在不同的國家去舉行 那我們其實 這些佛光人啊 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借助 不管是世界理事會議啊 還是因為世界理事會議 你到不同國家去嘛 五大洲都可以去 那麼總是我們在出一趟遠門 就會順道到幾個地方 不管是轉機啦 還是專程去參訪呢 就會安排 那每次大家表決都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 這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像我們這一次啊 香港開完會嘛 我們一定就到大陸 到國內去 那我們那邊也有佛光山嘛 在我們的主庭在宜兴大爵士 就一定是去參訪 這一次呢 後面大陸參訪 完了之後呢 又到印度去 作為一個佛教徒來說 一生之中至少要有一次 要到印度去朝聖的 這次就安排到了 佛教的發源地應該是這樣 所以說看師父這麼多的活動 一直都非常的緊張 然後呢 緊湊不緊張 緊湊不緊張 所以說就是對於緊張的人 他就總是想到緊張 好了 我們的節目真的是非常的快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15分鐘上半段的時間呢 就結束了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呢 廣告之後 繼續我們下半段的 與幸福有約 聽眾朋友 一段廣告之後呢 歡迎您繼續收聽 我們華語電台的 與幸福有約 那剛才在上半段的節目當中呢 這個永古法師 給我們介紹了很多的 他要參加的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看到了 我們也認識 對我來講 也認識到了一個新的 這個佛光會 和佛光山 他們就是兩個之間的關係 它是並行的 就像星雲大師說 它是鳥的兩個翅膀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 不管每年一次的這個活動 還是每兩年一次的 這個會員的代表的 這些活動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佛光山寺和佛光會 它的影響力是非常深遠的 就是說除了說帶動整個佛教 大師比較強調 他的這種入世的 這種生活化的 所以真的看得到佛教的 這種國際化 現代化 特別是著重在生活化這部分 所以影響力 真的是比較是廣泛而深入的 但其實除了說 一般跟我們這種信徒 會員的關係之外 我特別從跟隨大師出家 我覺得我從一個 很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 然後看著師父 就看著大師他的這種 我們講這種氣度也好 他的格局很大 所以他真的是一位 很好的善知識 一位導師 那不只是我們 我是看著大師他影響到的一些人 比如講才上個月 9月15號 大家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才剛得到這個 諾貝爾文學獎的 中國大陸的作家 叫莫言先生 那麼他還特地就上佛光山去 那麼跟大師 在我們佛陀紀念館 就大學堂有一場很特別的 這個論壇 這個論壇 這次的這個主題就定為叫做 看見夢想的力量 那麼莫言跟星雲大師 兩位就著 就是一位是談這個文學的 文學家的夢想 那像大師他是普世的 是利益大眾的 他們的夢想 那兩邊這樣子互相談 互相激盪 我是很期待 趕快看什麼時候 人間衛視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相關單位 可能會出版 看到那個對談的現場的狀況 但是我想就像 莫言先生他後來提到 他說佛光山是他精神的家 那麼也在他裡有一本新書 其實莫言先生他一般的這些文學著作 我很喜歡看 他非常的 好像講出我們一般人 一個平凡的人的那種立場 那種心理的感受 但他有一本比較新的書叫聖典 這本書我還特別把他從台灣帶了回來 那他就是講說 因為他得了這個諾貝爾文學獎 好像很多人把他看成一個很特別的人 但他比較希望他還是仍然過他的 一個寫作的 一個說故事的 單純的生活 所以他就在這本書裡頭交代了他整個 不管別人風風雨雨說些什麼 他說讓他自己講 整個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過程 是一五一十的 就這樣呈現在那一本書裡頭 他在那一本書裡頭 他就講到說 他就算 我也很驚訝 他對大師的那種恭敬 跟那種敬仰 他說他這一生 就算不能夠 不能落法為生 但是多讀佛典 多結佛源 應該是他今後身體力行的功課 他特別在這本新書裡頭 就寫下這些話語 我想他是一個很平易近人的 你走在路上可能不會特別多看他一眼的一位先生 但是這心中有佛 我總感覺對於人的關心 它是有溫度的 不是那種很冷的展現自己的這種文學技巧的 不是那一種 所以我只是舉例說 像他這樣有這麼有成就的人 他對心靈大師都是這樣敬仰 那我看著大師 就是他身邊在有些人 比如說我有一次在山上 大師跟一位要出國派任到哪一國的一位大師見面 那位大師就說 他在任這個公職之前 他一定要上山來 請大師開市 讓他有一個方向 去那裡展開衛冥服務的工作 這樣 像類似這樣子吧 不管是文化界 教育界 各界人士 政商都有 那麼我看著大師的那種格局很大 所以就特別是覺得佛光山也好 佛光會也好 因為創辦者都是幸運大師 我也很希望我們聽眾朋友們 也通過我們的這個轉述 就是也認識幸運大師 我想國內很多人是已經都用得很熟悉了吧 對 其實剛才那個師傅介紹到的這個莫言呢 也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作家 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個電影《紅高粱》 那就是莫言寫的 很多人認識莫言是從那個電影開始 所以他開始受到關注 一路到他所來獲得诺貝爾文學獎項 像剛才師傅講的各種風風雨雨 所以莫言說他這個多讀佛典多結善緣 是他心中的一個支持他精神的一個力量 所以他去到這個台灣去拜見這個幸運大師 那個座談會我們也希望快點看到的那個live的現場 到底是一種智慧的對話 跟我們常人有什麼樣的力量 還有剛才那個師傅講到了很多這個 有關於這個大師的一些影響力 我就是說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師傅 就是剛才莫言也說他看見夢想的力量 夢想的這個力量 那這種看見夢想你要為你的夢想去追求去奮鬥 你肯定要有付出 你肯定要跟這個世界 或者是你周圍的人會有摩擦 那麼你要爭取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那我們佛教講的就是就我的理解 可能就是像有點避世啊 或者是我自我修養啊 然後我這樣子了 我想開了我放下了 然後我跟你沒有關係了 與世無爭了 那個這個就是我是不是有一點矛盾 很好的問題 其實呢 學佛的人一般當然給人知道是一種很與世無爭 很敦厚和善善良的一種印象 這個印象當然是沒有錯的 但是一種涵養會提升 這方面的這種 就是這方面力量會比較加強一點 那麼跟您剛剛提到說 在社會上要去 可能要有自己的什麼 剛剛講到夢想 要去可能包含欲望吧 或者是要去爭取什麼吧 在社會上當你需要去為一個 其實這些我們把它叫做是爭取也好 欲望啊 這些夢想等等 就是有一個目標 那我其實上一周我提到你到達那個目標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那當你用的是那種所謂在這個社會的大燃缸裡頭 用那一種叫做明爭暗鬥啦 強爭好取啦等等那一些叫手段啊 你也許可以到達那個目的 但是呢其實兩方呢都是受傷的 那自己到爭取來的也未必是快樂的 因為你可能失去了朋友 失去了信賴 失去了誠信 包含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家庭親戚等等 你要失去那麼多 然後到達那一樣 跟我現在講說一個真正學佛的人 我還是要強調叫真正學佛 不是那種名義上烧香拜拜而有 你真的是懂得把佛陀教導的這種智慧啊 用來待人處事 所以你一樣可以到達那個夢想 到達那個目的 但是你是通過冷靜的思維 你不是去結二元 你運用了智慧 智慧就是辦法嘛 就是很好的方法 甚至於你因為這樣子 這所謂忍者無敵 就是慈悲是沒有敵人 慈悲無障礙啊 那麼反而可以一方面廣結善緣 同時大家又可以互利的到達那個目的 那麼其實這樣的例子 如果說像剛剛我們楊松提到說 學佛的人會不會就不太努力這一方面 其實我舉個例子講 像這個大家最近都很 真的叫做iPhone 就是iPhone5C是吧 好像最新的了 大家想一件辦法去 這個創辦這個Apple 蘋果電腦啊 這個智慧型手機啊 這個人就叫做Steve Jobs 賈博士吧 大陸翻譯叫喬布斯 喬布斯 那麼就是他來講 他就是學佛的人 他吃素 參禪 你都沒有想到說 那這個佛教徒 他竟然有辦法在競爭這麼激烈的 自己這個領域裡頭 這麼樣的頂尖 而且他真的是最TOP 他並沒有因為學佛 然後他覺得 哎呀我放棄了 我不再跟人家競爭這方面 我也不再開發創新 相反的就是因為他學佛 他參禪 打坐 他吃素 讓他的心好清楚的 看到整个人心趨向 人心需求 他甚至於 他差不多是利用他禪定的力量 去開發他無限的想像 那个创意的空間 是不受限的 所以他反而有更好的方法 這個可以講是一種智慧 所以我舉出他這個例子 就是就是說 其實學佛是幫助我們 實現夢想的 而且是用正確的方法 去實現夢想 那在佛教裡頭 還有另外一種力量 叫做精靜 精靜 精跟靜 精華的精 它的意思就是 唇衣不雜 那靜 就是前進不推 那種專注 單純 向前的力量 這個力量 我們叫做很勇猛的 是沒有那種 走顧右盼 猶豫的那種 所以如果真是有夢想 我覺得用上學佛的功夫 其實你更專心於 用正確的方法 達到那個目標 像剛才 永固法師告訴我們的 這個非常好的兩個字 精靜的力量 所以我們用這種 專一的 這個純淨的 向前的精神 可以克服我們很多的 這個 在工作和生活當中 一切的這個 艱難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 這個力量真的是 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剛才這個師傅 我舉個這個喬布斯的例子 我還真的是第一次知道 喬布斯是在學佛的 所以說 學佛的人並不像 或者是他用這個佛法 來解決問題的人 並不像我們 日常想的那種 他是一種逼世的態度 他是面對著這個問題 怎麼樣用你的智慧 剛才師傅講了一個字 就是他可能很輕地講出來 但對我來講就是 智慧是什麼 智慧就是方法 所以你沒有智慧 你就沒有方法 非常感謝師傅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這個故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過得 也真的非常快 每周半個小時的時間 好快 對好快的 我們的節目呢 也會在周六的同一時間 會重播我們的 與幸福有約 那我們的節目呢 是兩個時間 一個是周三的晚上 一個是周六的晚上 那非常感謝大家 收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感謝師傅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然後呢 大家最後呢 在節目當中 一定記得我們 佛光山寺的電話 905-814-0465 905-814-0465 那有什麼事情 可以隨時 拨打我們的電話 參加我們的活動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聽眾朋友 我們下周的同一時間 再會 本節目是由佛光山 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 905-814-0465 為迎接藥師佛聖誕 多倫多佛光山 景點於11月2日星期六 舉行藥師法會 奉送藥師經一用日 功德會向善性消災 嚴寿何家平安 歡迎十方大眾 歷臨參加 法會時間 功德登記 請洽多倫多佛光山 905-814-0465 議員